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上午九点中天新闻 我是刘寒竹 先为首先呢 我们带您看看 打喷嚏也是有学问的 很多人呢 在打喷嚏的时候 会先捏住鼻子 就怕口沫会飞出来哦 但其实呢 要提醒您 这样恐怕会伤害到您的耳膜听力 究竟详细状况是如何要注意呢 我们立刻联线记者蔡庆芳 庆芳 是的主播就有一名六十多岁的男子 突然想打喷嚏 但是又担心没有礼貌 所以捏住口鼻 硬是不让喷嚏 打出来 后来觉得耳朵怪怪的 非常疼痛又听不清楚 检查之后发现耳膜有破裂 治疗了将近一个多月 听觉神经才慢慢复原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打喷嚏时的瞬间压力 直冲耳烟管 造成耳膜破裂听力受损 医生表示说打喷嚏是反射动作 多数人无法防备 国外研究曾计算 打喷嚏噴出的飞沫气流 每秒高达五十公尺 相当于时数一百八十公里 若憋住喷嚏 压力无法从口鼻分散 只能从鼻烟腔灌入 国内多年前还曾发生过 有民众打喷嚏 造成脑出血的案例 提醒观众朋友 打喷嚏时最好用衣物 手帕 卫生纸遮一下就好 千万不要憋住口鼻 以上事情有最新主播 好谢谢信芳 刚刚呢信芳有提到一个小知识 我们带您来看看